你看我們以前的祖先啊 沒有洗腎啊 沒有糖尿病啊 沒有那些 哩哩哩哩的病 為什麼現在病這麼多 因為我們吃了太多的 加工的東西 那你現在萊劑這種東西 你加上去 現在你明明知道 在豬裡面會發生那個事情 結果你知道那個理事 才跟我講一個很好笑的 他說萊劑有什麼人吃最好的 他說 喔 那個黑豆吃的最好的 大家燒打雞了 撞撞撞 這樣喔 我說我真的這樣死了 我以後我孫子 我兒子吃下去 到時候燒打雞了 或是說我們所有的 我們年輕人是國家的棟梁 是未來的主人翁 對啊 那你如果說 你說小孩子在學校不吃 那外面還是會吃啊 對 你家裡還是不知道啊 你吃香腸 你吃貢丸 你怎麼知道裡面有沒有 坦白講到目前來講 連政府的現在的檢查的能力 你都沒有那樣的人力去檢查 我今天我學校裡面 有一個貢丸湯 你怎麼去證明那個貢丸裡面 沒有那個萊豬 很難證明啦 所以現在真的 大家現在都很煩惱 煩惱為什麼 不是煩惱說我們這代的 譬如說我們來講 我們沒什麼煩惱啦 你如果說吃了二十年的事 沒關係啦 問題是我煩惱 我會下一代 憲哥在那邊講 憲哥在那邊講百年耶 沒有啦 這樣 現在喔 第一是煩惱健康的問題啦 因為我們看太久了 你如果便宜去看 那些安寧病房 那些癌摩的 那些 那些驅膽在那裡 這樣你那個 我告訴你看得很可憐 我們家裡如果有一個生病的話 全家都會被拖累了 現在大家都是 都沒上班不行 雙新家族 所以現在為什麼很多人 像我們這個年代我們很怕 我們以前是對上面孝順 我們希望小孩子孝順 怎麼知道現在變成這樣 那個小孩子就老爸帶 媳婦帶到大家 請親就請到老家 誰知道會變成這麼快 所以現在大家很擔心 如果有一天我們說 今天我們電視機 頭前的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這樣這麼痛 你在死神 你在結婚他們的時刻 你兒子都沒辦法幫你幫忙 你兒子要上班 你兒子要上班 你怎麼辦 像你一個都要扯六倍你知道嗎 你有錢有什麼路由 你有10億 有100億 有1000億 買得到你的健康嗎 你有用嗎 你問導遊會加錢嗎 沒有用啦 健康最重要 健康是移駕的啦 所有東西要跟我換 我都可以 東西換東西都可以 你要拿我的生命 拿我的健康去換 我不要 而YouTube中天電視 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 更進步的內容 請請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 臉書粉絲